这个男人一回家 发现自己的情妇 正在跟另外一个人亲热 当即就要大发雷霆 但定睛一看 那个跟自己情妇亲热的家伙 是个女的 瞬间火气全消 吓死我了 原来只是百合 没拽 然后男人跟这个 把自己绿了的女人握了一下手 互相还做了个自我介绍 男人名叫黄毛 女人名叫小翠 黄毛的情妇叫小花 随后黄毛还想留小翠 一起吃顿便饭 这表现的还挺大度 我就想问问 假如是一个女人回到家 看到的是自己的男朋友 跟另外一个男人亲热的话 也会这么大度吗 小翠表示还有工作要做 就匆匆走人了 到了晚上 小花又一次找上了小翠 说是想把白天没做完的事情 给做完 于是俩人就去小翠家磨豆腐去了 激情过后 小花开始给小翠讲正事 原来黄毛是当地的黑社会分子 主要工作就是为帮派洗钱 而小花不想再跟黄毛过这种 见不到阳光的生活了 他想离开黄毛 跟小翠去过逍遥自在的生活 不过他想带着钱一起走 刚好帮派最近有一笔 两百万美刀的巨款 在黄毛手上 所以他想请小翠来帮自己 共同盗取这两百万美刀 小翠犹豫了一下 但很快他就被小花再次说服了 然后俩女的制定了个看上去 几乎是天衣无缝的偷钱计划 计划是这样婶的 明天晚上黑社会老大会来黄毛家里取钱 而老大特别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 为此黄毛还专门为老大买了一瓶 小花趁黄毛洗澡时 把酒瓶打碎 然后以出门买酒为借口 离开房间 小花在出门时 顺便把小翠放进屋来偷钱 这样开关门的声音只有一次 那在卫生间洗澡的黄毛 就会误以为此时屋里是没有人的 小翠趁机把钱箱里的钱偷走 去到隔壁藏起来 当小花带着酒回来时 就谎称刚才在楼下碰见黑社会老大的儿子 小强了 黄毛肯定会很疑惑 老大的飞机还没到 他儿子小强干嘛提前来我这边一趟呢 小花就说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看见小强着急忙慌的开车走人了 然后黄毛肯定会意识到大事不好 因为他跟小强的关系很差 所以他觉得小强可能会害自己 他会去查看钱箱 然后发现钱已被盗 黄毛肯定会认为这是小强偷走了钱 想要栽赃给自己 这样俩女的就可以成功把偷钱的嫌疑 转嫁到别人身上了 黄毛会因自己无法交钱而选择跑路 他这一跑 黑社会老大就会认为他是携款潜逃 从而对他下追杀令 而小花和小翠儿便可以大摇大摆的全身而退了 不得不说这个计划真的很棒 到了第二天 两位女士的计划进展得非常顺利 只不过到了黄毛跑路这一环节 插皮了 黄毛发现钱不见了 虽然整个人都被吓傻了 但他竟然宁死不跑 他不愿背负偷盗帮派钱财的黑锅 小花一看是这情况偷偷的给等在隔壁的小翠儿打过去了电话 问他怎么办 小翠儿说 你别慌 反正黄毛又没怀疑你 待会你就假装自己很害怕 你要离开 合情合理啊 小花点点头 挂断电话后 立即照小翠儿说的 开始去收拾东西 黄毛现状赶紧拦住小花 你可不能走啊 你是唯一能证明我清白的人了 但小花却冷冷的说 不好意思 我帮不了你 此言一出 黄毛觉察出有点不太对劲 直接拿枪指向小花说 你是跟小强串通好的吧 要不然他是怎么进来的 他又是怎么知道我那会儿在洗澡呢 那瓶酒肯定是你故意打碎的吧 你趁出门买酒之际 把小强放进来了 对不对 小花都惊了 没想到黄毛居然如此聪明 除了把人猜错了 其他全对啊 黄毛要求小花留下来 等老大来取钱的时候 帮他证明清白 小花无奈 只好照做 过了一会儿 黑社会老大带着儿子小强 以及手下就来到了黄毛家 一番闲聊后 黄毛把钱箱放在小强面前 让他打开箱子 小强没多想便打开了箱子 一看这里面居然只有报纸 就问黄毛怎么回事 黄毛直接把枪对准小强 并对老大说 你儿子偷了你的钱 还想要嫁祸给我 老大站起身想安抚黄毛 有话好好说 你先把枪放下 黄毛又把枪指向了老大 并命令老大坐下 老大说 你竟敢拿枪指向我 把枪给我 快点 黄毛知道 这时候如果把枪交给老大 万一老大不相信自己 那自己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他一个劲地恳请老大 不要再靠近自己 可老大却步步紧逼 然后黄毛闭上眼睛 扣动了半次 随即黑社会老大 撕尸倒地 紧接着他又开枪 打死了老大的手下和儿子 黄毛紧张地对小花说 你看到了 是他们逼我的 小花被吓得都快灵魂出窍了 满脸震惊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黄毛迅速让自己恢复冷静 他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个能让自己脱身的好主意 只要自己能把钱找回来 然后再把尸体给处理掉 最后对黑社会二当家 说老大压根就没来取钱 那么帮派里的兄弟就会认为 老大肯定是在路上遇到了麻烦 谁都不会怀疑到黄毛头上 将来就算发现老大的尸体 大家也一定会认为 这是丑家做的 打定主意后 黄毛拉着小花去小强的车里找钱 那肯定找不到了 然后又跑到小强家里找钱 依然没有 黄毛一看时间也不能再拖下去了 他先给二当家打了个电话 声称都这个点了 老大还没来 自己比较担心老大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总之就是先把锅给甩出去 最后黄毛拉着小花又回到了家里 既然找不到钱 那就先处理尸体吧 而小花趁黄毛处理尸体之际 赶紧给隔壁打去了电话 毕竟他跟小翠也没什么情感习惯 他害怕小翠自己挟款跑路了 所以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小翠有没有跑 电话接通 小翠给小花吃了一颗定心丸 放心吧 我会一直在隔壁等你的 没想到此举刚好被黄毛看了个正着 小花赶紧挂断电话 黄毛问 你刚才跟谁通电话呢 你个臭婆娘是不是出卖我了 黄毛夺过电话 按下了回波键 紧接着 他隐隐约约听到 电话铃声在隔壁响了起来 这座公寓楼隔音很差 黄毛高声质问小花 谁在隔壁 见小花没有回答 黄毛直接把小花按倒在地 就想言行逼问 隔壁的小翠意识到小花有危险 抄上墙便冲过来支援 结果他也被黄毛制服了 黄毛把这俩女的绑起来拷问钱在哪儿 小翠不享受皮肉之苦 直接供出钱在隔壁房子的游戏桶里 就在这时有人按响了门铃 黄毛意识到这是二当家才找自己了 他把小翠打晕藏在衣柜里 然后扛着小花走进卫生间 向小花讲明了厉害关系 如果接下来小花拆穿自己 那大家都得死 但如果小花帮自己隐瞒的话 那大家就都还有一线生机 小花点头答应了黄毛 黄毛把自己身上冻尸 伪装成洗了个澡的样子走出卫生间 而这时二当家已经和手下进入了黄毛的房间 黄毛谎称刚才在洗澡 所以没有听见门铃响 二当家说既然老大没来取钱 那我就把钱先取走吧 说完二当家还想电验钱 就在他准备打开钱箱之际 屋里的电话响完 黄毛接起电话 原来是卫生间里的小花 拿老大的手机给拨过来的 小花让黄毛配合自己演戏 就说老大在外面出了车祸 让二当家去接应一下 于是二当家就被指走了 然后黄毛带着小花去隔壁找钱 果然他在油漆桶里发现了钱 小花知道此时再不逃跑 接下来黄毛必然会杀了自己灭口 所以趁机夺门而逃 而黄毛害怕小花跑去向二当家告状 便赶紧去追小花 他一直追到了一楼 眼瞅着小花竟又乘电梯去到了楼上 无奈他只好又爬楼梯上去 在电梯里 小花打电话给二当家说黄毛疯了 他杀了老大想要独吞钱款 刚才自己所做的一切 其实都是黄毛逼自己配合他演的戏 二当家还想问什么 小花假装很害怕便挂断了电话 另外一边黄毛气喘吁吁的跑到楼上先去找钱 然而钱已经不在了 这时小翠突然冒出来想要突袭黄毛 只可惜又被黄毛给撂翻了 这小翠等于一晚上啥也没干 就是不停地被击晕击晕再击晕呗 紧接着小花持枪出现 说二当家马上就会回来了 我不想杀你 你这会逃跑的话还有机会 黄毛说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吗 你绝对不会冲我开枪的 话音刚落 黄毛被乱枪带走 小花说你了解我个屁 这么多年了你连老娘的性取向都没搞明白 还恬不知实地说了解我 随后小花下楼迎接二当家 他说黄毛得知你要来 已经协款跑路了 二当家随即对黄毛这么一个死人 下了帮派追杀力 完全没有怀疑小花粉毫 最后小翠开着一辆新买的车 来揭晓花 俩女的从此销声匿迹 过上了没秋没燥的幸福生活 OK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好吃带你看更多精彩的故事